唐维凭借色界名动天下 孙力成就了永远的甄嬛 胡歌以李逍遥开启了仙侠世界 但是你知道这些演员 其实都不是导演的第一人选吗 这些角色的原定演员本来是谁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细数一下 那些经典角色的原定和最终主演吧 你们听过华菲的原定演员是谁吗 原著里华菲的容貌美艳不可方物 并且有着横行六宫的霸道性格 因此导演原本定的是艳压群芳的范冰冰 可还没等剧组行动 前来试镜曹贵人的蒋芯 就迷上了华菲这个角色 她立刻极力争取 用演技征服了导演 最后蒋芯不仅把华菲 视宠而娇的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 还精准地流露出了 她对皇上的一往情深 此外甄嬛传定下的四郎原本是吴秀波 可吴秀波当时并没有档期 于是导演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找到了陈建兵 令人惊喜的是 陈建兵把皇上演得生动无比 不仅演出了高位者的不怒自威 更是展现了雍正的孤独多以猜忌 后来吴秀波事发 网友也庆幸道 幸亏不是他 要不然就遭殃了 不过谁能想到甄嬛传的男女主角 竟然全是替补队员呢 除了雍正 甄嬛的确定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在孙丽之前 导演选定的女主其实是周迅 奈何周迅正忙着拍画皮 而且团队无心接拍电视剧 这才错过了这个角色 好在还有孙丽 当时的她为了这个角色 不仅做了长指甲来找感觉 还在开拍前半个月就来到了横店 拍戏过程中 也是无比认真地琢磨每一个细节 因此 孙丽呈现出了一个无法超越的甄嬛 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周迅也看了甄嬛传 他在采访中直言 这部剧太精彩了 很遗憾自己没有参与 不过周迅后来出演了如意传 不仅圆了自己的遗憾 也让观众再次享受到了精彩绝伦的宫廷剧 众所周知 柯震东凭借柯景腾一角走上阳光大道 却因吸食违禁品亲手毁掉了前程 因此捉妖记也一度搁浅 好在片方没有放弃 依然邀请景伯然出演了宋天音 而景伯然温和阳光的气质 也恰巧符合了角色身上的特质 就这样 电影上映后瞬间刷新和创造了 200余项票房记录 成为了当年的票房神话 如果问2020年的暴剧是哪一部 三世而已必定拥有姓名 尤其是顾佳一角 不仅成为三大女主理最耀眼的一个 还让童谣拿下了今年的白玉兰奖 可是这个角色本来邀请的是佟丽娅 而且片方和导演都已经达成了共识 谁能想到佟丽娅的粉丝得知这个消息后 无法忍受所谓照顾家庭的人设 硬生生逼她此演 就此佟丽娅和暴剧擦肩而过 除了胡歌 你们还能想到哪位演员能够演出 梅长苏的青雅以及志冠群雄呢 虽然观众的心里只认一个独一无二的胡歌 但导演最初的目标却是黄小冰 因为制片人侯洪亮十分欣赏黄小明 可当时的黄小明正在拍摄 《大唐选葬》根本没法脱身 因此剧方决定通过投票向观众召集人选 后来原著粉丝和胡歌粉丝纷纷去信 向导演推荐胡歌 这才成就了如今精彩绝艳的麒麟才子 顺带一提 制片人还邀请黄小明出演了第二部《风起长林》 足以见得对她的欣赏 狼牙榜第一部的时候我请过她 她依然没有了 狼牙榜只是《风起长林》她来了 狼牙榜意外造就的经典可不少 而这里面还有胡歌的功劳 因为刘敏涛饰演的靖飞 其实原本定的是刘涛 可刘涛进组后 导演突然决定让她试一试霓皇 有趣的是 刘涛刚开始还不想演霓皇 反问导演 靖飞和霓皇的区别在哪 此时导演用一句话征服了刘涛 就这样刘涛二话不说 接下了霓皇 可以说是败到了胡歌的魅力之下了 不得不说 胡歌真的是牢牢抓住了生命里每一次机会 因为当年拍《仙剑》的时候 导演定的第一人选 其实是周玉明 可双方因片酬以及荡期一度僵持 此时胡歌来到剧组 视镜江氏孤儿江明 结果在试装的时候 旁边视镜的蜘蛛精说了一句 你演的是李逍遥吗 而这一句无心之言 悄悄地在导演心里种下了种子 后来在家待命的胡歌 接到了出演李逍遥的电话 瞬间从配角升级成了主角 如果说赵灵儿是白月光 那林月如就是观众心口的朱沙志 可后来大家才知道 原来安宇轩原本饰演的是阿奴 刘品妍饰演的才是林月如 因为开拍三天后 导演认为可爱的刘品妍更适合阿奴 而安宇轩身上既有大小姐的气派 又有小女生的娇俏 所以让两人及时互换了角色 事实也证明 安宇轩把林月如演绎得让人肝肠寸断 刘品妍则把阿奴的可爱诠释得淋漓尽致 同样的《仙剑3》也有因为巧合成就的经典 如今让人念念不忘的《仙剑3美》其实本不是这个格局 唐雪剑的第一人选其实是唐嫣 可后来世装的时候 无论是导演还是仙剑迷 大家都觉得唐嫣的形象过于端庄 失去了雪剑的活泼可爱 于是许多人呼吁导演考虑杨幂 导演也顺应名义 去《红楼梦》剧组借来了她 因此雪剑最后换成了杨幂 唐嫣则是扮演了深情魅惑的子萱 两人也双双凭借自己的角色走上巅峰 如此看来当年的唐人影视公司 正是因为敢于启用新人 林振换人 这才成就了经典 在走上如今的《大女主之路》之前 赵丽颖有过七年默默无闻的时机 而《新环珠格格》里的情儿一角 是她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不过赵丽颖曾在金星秀上爆料 其实当时她试镜的是小燕子 可现场试戏的时候 内向又慢热的她错过了这个角色 导演后来让她尝试紫薇 她也一下子没有哭出来 不过最后 稀才的导演还是定下她 试演了情儿 试了紫薇 然后呢 就哭 一直没哭出来 另外 海陆刚开始试镜的 其实也是小燕子 但导演觉得 安静了她更适合紫薇 至于老板环珠格格 其实也有一段陈年故事 当时林新如原定的角色 其实是赛亚公主 而赵薇饰演的是紫薇 后来小燕子的演员 李婷怡此演 角色才重新分配成了如今的阵容 山河令可以说是凭实力逆风翻盘 播出后 不少人认为张哲瀚以及龚俊 完美诠释了剧中两大主角 但谁能想到 他们两个人 其实全都不是导演的第一人选呢 起初 导演选择了毛子俊 饰演周子舒 温克行则是如今的蝎王 可当时 剧方刚透出口风 外界就出现 无数对李戴坤的嘲讽和抵制 结果整个项目只能暂停 直到后来 新的投资方 定下龚俊 以及张哲瀚 这部剧才能继续拍下去 并且成为经典 同一时期 景田凭借斯腾大火 要说这一切 其实也充满了玄学 当时 网友最期待的人选 其实是宋毅 但或许是他犹豫不决 最后 这个角色意外落到了景田头上 而景田 瞬间从怎么捧都红不起来的娱乐圈 未解之谜 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富贵花 如果要用横空出世 来形容一个演员 那么汤唯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年一步色戒 一个充满魅惑气质的王家之 让汤唯名动天下 可事实上 李安最先接触的演员 其实是刘亦菲 其经纪团队也曾透露 双方已经三次会面 洽谈角色 可是当时年轻的刘亦菲 无法胜任激情戏 因此放弃了这个角色 这才有了后来极具魅力的汤唯 去年年初 锦衣之下《易经》播出 就收获了话题度与收视率 而她能赢得观众青睐的原因 不仅在于情节好 也离不开演员的精彩演绎 人家伦和谭松韵的《易金虾》CP 更是圈分无数 然而去剧组工作人员透露 今下的第一人选 其实另有他人 只是当时的武警颜太火 根本没有档期 剧组这才请求谭松韵救场 听到这个消息 还有不少剧粉发出感慨 幸好他没档期 提到武警颜 免不了想到《演习攻略》 这部大热剧也经历过不少波折 贤飞的原定演员 在开拍前两天临时剧演 于正只好打电话找奢侈曼救急 刚开始奢侈曼因为天气 档期身体等原因一度婉拒 可于正那三寸不烂之蛇 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他硬是劝服奢侈曼接下了戏 最后奢侈曼演活了这个 杀人于无形的狠人贤飞 此外 杨荣则是再次错过了 能令他大火的角色 于正曾爆料 魏英洛这个角色 原本是为杨荣准备的 可是因为他不想演 这才让当时 名不见经传的吴景颜出演 结果最后 吴景年火的一塌糊涂 杨荣却还是摘不掉 千年女二的帽子 对此所有观众都扼腕叹息 杨荣拒绝的原因 竟然是不想演 张萌原本也是于正的心头好 纯飞一角就是留给他的 可是当时的张萌 不顾于正劝组多次整容 后来的整容脸 还差点下晕于正 最后纯飞由王源可出演 他也是尽心尽力地 诠释好了这个角色 同为后宫大戏 步步惊心的幕后 也有一则冷知识 在开拍之前 唐人影视公司 陆续联系了很多当红小生 第一个就是钟翰良 但最终没有谈成 后来唐人又找到了吴奇龙 虽然吴奇龙刚开始是拒绝的 可唐人已经找不到 合适的男星出演 所以只能苦苦邀请 最后才促成了 这部千载难逢的好剧 对此还有不少网友调侃到 吴奇龙幸好演了 要不然就遇不上刘诗诗了 《战狼》系列是吴京作为导演的成命作 尤其是第二部让他一炮而红 可最开始 吴京也曾想过邀请流浪演员 影片里的卓亦凡一角 就曾邀请过吴亦凡 可吴亦凡狮子大开口 索取超高片酬 当时的吴京根本负担不起 于是选择了放弃 好在急于转型的张翰 自将片酬友情出演 最后还凭借这个角色 拿到了当年的最佳男配题名 从雪花女神龙里的欧阳神医 到古剑奇坛里的欧阳少公 乔振宇总是令网友大包眼福 不过他当时出演欧阳少公 其实是意外救场 原本导演定下的演员 其实是贾乃亮 但最后导演放弃了他 至于原因 网上有两半传闻 一是贾乃亮不满戏份 以及李小璐和投资人杨幂有矛盾 二是贾乃亮的扮相被网友狂喷 但不管原因如何 观众都觉得乔振宇更为合适 如此看来 这些经典角色竟然都是替补演员 但不得不说 还好导演选择的是他们 如果让原来的演员出演 或许世界上就少了一个经典角色 你们认为哪位替补演员 演出了最高光的角色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我们下期再见吧